大家好 今天是美期时间8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Cherry 中国自6月以来汛情严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二终于首度前往灾区视察 据官媒发布的照片 习近平当天在安徽省富南县慰问受灾群众 但有眼尖的网友揭发 照片中的灾民竟然是临时演员 真正的身份是安徽富南县治安大队副队长严谨 两个多星期为公开露面 引发外泄各种揣测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周二突然出现在今年洪灾肆虐的安徽 不过 安徽富南县的洪水早已经退去 农田露出水面 官媒新华网发出多张习近平在安徽考察的照片 报道指当天下午习近平先后来到富阳市富南县王家霸闸 红亮香包有限公司 蒙蛙旭红区曹吉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 查看淮河水情 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等情况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周三上午习近平在马鞍山市归家挖生态园 实地查看长江水市水情 随后习近平前往中国保五马刚集团 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和经营情况 不过有网民发现习近平在曹吉镇利民村慰问一户农村家庭时 首报女童的女子竟然是富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队长严静 并翻出严静穿警察制服在台上发言的图片 有网友指出 每逢中共官方需要类似宣传照时 就会安排各地区的官员与公务员充当村民 不止这位像极严静的妇女被质疑 就连他手中抱的孩子也一度被网友质疑是临时演员 另外还有网友批评中共的做法根本是自欺欺人 网民又同时质疑张习近平在田里与农民交谈的照片 指出照片中的阴影方向不统一 立体透视也存在失真 疑似造假 新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表示 这种造假情况其实非常普遍 他说地方官员以各种表演的方式来对待这种视察 这种表演对待来自中央或者说更高级别的视察 其实已经在地方属于惯例 在过去八年 我们看到领导人几乎每一次视察都能够在事后 以及当时辨认出类似情况 习近平一行穿着雪白干净的衬衣 选择在洪水已经退去的安徽复南县视察 而不是到洪水正泛滥的四川去视察 被外界批评只是在作秀而已 或者在北大河会议上遭到元老的批评 不得不走一场秀 与前几天72岁葡萄牙总统在海边采访中 发现两名落水与子呼救 果断跳海救人 形成强烈的对比 美国国务院周三表示 中共采取激烈手段轻视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 以诺英国与香港人民的50年高度自治 为了反映美国对北京实行港版国安法的深度关切 美方已正式通知港府将终止与香港的三项协议 包含移交逃犯及移交判刑人协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周三 发表声明表示 总统川普以此此前已表明 美国将视香港为一国一制 并对损害香港人民自由的人士采取行动 声明指出 依据川普7月14日颁布的行政命令 美国国务院周三通知香港当局 将终止香港的三项协议 这些协议涉及逃犯移交 被判刑人移交 及国际传播营运收入 互惠免税等待遇等 奥特加斯强调 上述措施显示 美方对北京实施国安法的决定深感关切 这不法律破坏香港人民的自由 美国与香港分别于1996及1997年签署 移交逃犯协定与移交被判刑人协定 根据协定条文 只要任意签署方通知要终止协定 协定将分别在对方收到通知的6个月 及3个月后失效 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6月30日生效 其中按照第38条描述 不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人士 在香港以外犯罪也在管辖范围内 让其他国际人士也人人自危 香港警方7月底随机 依涉嫌违反国安法 正式通缉6名淘宛海外的所谓乱港分子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月10日 接受媒体访问就曾批评 已经至少有两位美国公民 因为香港国安法遭到锁定 川普政府正在评估一系列可能作为 要让北京知道 若不善待美国人民 窃取智慧知识产权 及威胁世界各地人民 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除了美国以外 目前英国 德国 法国 澳洲 新西兰及加拿大等国 也已终止与香港引渡协定 美国交通部周二宣布 将允许目前非美国的 中国4家客运航空公司 将航班数量增加一倍 达到每周8个往返美国的航班 此前 中共方面决定 让美国的航空公司 将非中国的航班数量增加一倍 美国交通部周二表示 中国和美国将各自允许 航空公司将两国之间的 美洲航班数量 由现在的4个增至8个 新冠疫情爆发后 美国航空业者自愿终止了 飞往中国的航班 1月31日 川普总统禁止 几乎所有非美国公民 从中国前往美国 美国联合航空周二表示 自9月4日开始 每周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 将增至4班 同时 美国交通部表示 达美航空可以将每周两班增至4班 达美航空也打算飞4个航班 此前 公司在6月宣布 7月起开始运营 从西雅图和底特略 经由首尔飞往上海的航班 达美航空周二表示 自8月24日起 从西雅图和底特略 经由首尔飞往上海的航班 每周将各增加一班 美国交通部周二的声明表示 政府依然希望中方根据双边航空协议 同意全面赴飞美国航班 并称 中国允许增加航班的话 美国也将做出同样的回应 今年6月 美国几家航空公司 希望恢复飞往中国的航班 但没有得到中共民航局的批准 美国交通部于是宣布 从6月16日起 暂停中国航空公司 飞往美国的定期客运航班 在美国交通部 做出那项宣布的几小时后 中共民航局决定 让美国公司 每周运营一个中国航班 自那时起 两国航空管理当局 开始缓慢增加 来往两国之间的航班 美中之间的航班对峙 也逐步获得缓解 在一场新冠大流行 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升级之际 随着中共宣称接近研制出疫苗 中共政府高层官员和一些制药商 已经开始承诺 中共将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 优先供应疫苗 以期巩固自身在全球的地位 据华尔街日报19日报道称 中共预靠疫苗外交 巩固全球地位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18日与摩洛哥与肯尼亚外长通话时表示 中共的疫苗研发完成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并愿率贤会及非洲国家 此前 中共外交部已经承诺 菲律宾优先获得中国疫苗 同时 中国民营企业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同意与巴西和印度尼夏合作 生产数亿剂候选疫苗供当地使用 中共在发展中国家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巴基斯坦 则与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国药集团将在当地进行临床试验 而巴基斯坦将可获得 可供本国大约五分之一人口使用的疫苗 巴基斯坦总人口为2.2亿 中共一直把俄罗斯视为最有可能 跟自己一起对抗美国的潜在盟友 疫苗可能为拉近双边关系提供一个新的机会 中国康希诺生物公司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一旦俄罗斯卫生部批准 俄罗斯将获得授权生产中共军方 与康希诺生物公司共同开发的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目前全球有6种疫苗进入最后的人体实验阶段 其中有3种疫苗来自中国 另外3种来自美国 英国和德国 中国是最早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国家 也是最早控制住疫情并开始复工复产的国家 中共在3月份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 开始向世界许多国家提供口罩 呼吸机 以及其他医疗物资 但由于中共提供的产品都有瑕疵 再加上中共试图通过援助 迫使受援国赞扬中共 赞扬习近平 许多受援国对中共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从开始的感激转变为反感 这一轮旨在扩大中共影响力的活动受到了重挫 这些不光彩的记录也让人对中国的疫苗产生疑虑 有美国专家表示 如果一种疫苗不管用 或者后来出现安全问题 或者相关企业不能够如期交货 那么情况就会相当尴尬 日媒周三引述消息来源指出 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与中心通讯 已放慢中国5G基站安装速度 这反映出在遏制北京当局的技术野心方面 美国所强化的行动奏效了 与此同时 近日四川当地洪灾严重 与华为关系密切的多金龟工厂停产 或加重华为面临的危机 日经亚洲评论周三报道 华为与中心通讯早在6月就告知一些供应商 要放慢某些5G基站相关产品的发货速度 以方便这两家公司能重新设计产品 与变更其中一些设备 尽可能移除其中所含美国技术或元件 消息来源指出 这是在川普政府收紧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后 中共想要去美国化的行动之一 一家华为零部件供应商透露 华为已经更改一些设计 并替换制造过程中使用的设备 导致中国5G基站安装速度变慢 供应商高层指出 由于今年上半年库存增加需求强劲 我们今年剩余时间还将面临客户订单减少的局面 报道指出 美国周一决定扩大制裁 试图将华为排除于美国技术供应链 而华为今年一直大肆囤积重要零组线 尤其是电信设备事业相关元件 不过一些供应商的消息来源表示 尽管华府进一步加强对华为的牵制 他们依然觉得华为建立库存的需求 并不如今年上半年强劲 与此同时 今日四川音暴雨 加上官方未提前通知泄洪 导致当地受灾严重 通卫集团位于四川的大型多金贵工厂宣布停产 这也是近一个月来 大陆第二家大型多金贵工厂停产 据报道 通卫与华为关系密切 去年12月4日 通卫与华为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 合作范围包括5G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应用 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 银计算等技术在智能光伏的应用 8月19日 长江2020年第5号洪水 嘉陵江2020年第2号洪水 通往重去主城中心城区 这是40年来最大的一次洪风 目前多地景点传出灾情 市中心的南兵路几乎完全淹没 只露出路牌一角 洪水还直接涌入了重庆洗来灯饭店大厅 相当惊人 8月19日 受长江上游干流 以及多桥支流洪风叠加影响 长江嘉陵江重庆段水位高涨 19日8时 长江朝天门站水位190.54米 超过宝镇水位5.54米 据新华社消息 洪水已漫过江岸涌向城区 朝天门码头 洪崖洞 南兵路等多个低洼地段已被洪水淹没 重庆主城区多条道路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 洪水过境重庆造成严重灾情 呈重庆1981年以来经历最大洪灾 18日 重庆于中区部分路段就已经出现滚滚洪水 位于市中兴南岸区的临江公园 以传统建筑文明的红压洞一楼也都被淹没 重庆市水利局紧急启动 有史以来首次一级防汛应急 重庆市中兴19日水位持续上涨 南兵路多处路段被淹 路旁的公交车站站牌更淹到只剩下上盖 洪水还直接涌入了重庆洗来灯饭店大厅 观光景点的瓷器口古镇也受到了洪水波击 地势低洼的商店全都遭到淹没 只能看见招牌 目前该景点已经关闭 据报道 洪水正在往下游直冲 三峡大坝20日将面临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 预计流量将高达每秒74000立方公尺 为此19日紧急开启10孔洩洪 下泻流量已达到每秒48000立方米 也是三峡建库以来最大下泻流量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